大学选专业 你就不听劝 毕业找工作 你也不听劝 难道你不长记性吗 你看看你现在 在一个小破公司 天天都做些什么 有的没的 你说我怎么就教出 你这么个不争气的 怎么了 公司还是私事 擦擦吧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跟我走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我的秘密基地 糟了 小时候我有什么 不开心的事 就会对着他说 徐总监要是不觉得 幼稚的话 也可以试试 好 喂 十八岁的许清悠吗 我是十年后的你 从小到大 大家都夸你乖巧 听话 懂事 但只有我知道 那是你最讨厌的形容词 所以大学选专业 后来工作 婚姻 你都想要自己做选择 因为你不希望你的人生 一直被别人安排 可惜做自己 只是小孩子的权利吧 长大以后 反倒没有那些资格 可是按照别人的期待而获 那还是你的人生吗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想要自己好好生活 挺难的 要被人左右 还希望大家都能理解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其实 想跟你说点开心的事 但我抱歉 最近实在没有 我会不想要 不要 我会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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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或是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徐总监 以后有什么事不要再硬扛了 走吧 好